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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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宇俊来讲在1月18号 那个价位不重要 重要你有沒有买对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不是对的 因为它是一档对的股票 所以它就算 它1月18号来到96.6 你没有跑掉 我怎么告诉你这档股票 包括3月22号 它在76块 如果你把它全收了 我是公开跟你讲的 你这样子看它这种股票的形态 以纪录线来讲 哇 相当 它是一个大碗公底 你要再回到96.6 我跟你讲 要闭着眼睛 一定嘛 你都会看 那个根本 根本是难上加难 但是话又在 当这档股票呈现这个 在洗盘的过程里面 你如果是 这档股票是对的股票 因为它是一个选股很重要 你价位选错没有关系 它是不是还你一个公道 所以再回到这三个月前 你觉得 你愿不愿意给我们团队一个机会 同样在电视上跟你谈的76块 甚至96.6 多的那不是我叫你买 那天地亮星 我会员都知道96块 我怎么可能 我们会员也知道我做什么动作 或者丈夫要知道说 那个时候最少 我不会叫你去追高96块 但是我知道它是一个未结束 是一个根本还没正式启动的股票 我请问你 这就是所谓的 你买对一档股票 比你的价位来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买错这档股票 你把说实在 就算你坦白讲 有时候你没有卖掉一档股票 在这个未接 你反而短套而后 它反而会还你一个大公道 总比你去这档股票 随便把它卖掉之后 你的钱去人家所谓的 俩姑糟 别乱买一天股票 我跟他来的重要 这个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把它记取这个教训 大盘 我相信你问十个人 最少有九个半以上 高线一定会创新高 一定会万点 也不是1268 马上就闭着眼睛 一眨眼就来 因为五月份的行情 实际上本来就不会涨 它都已经要来挑战万点了 我许这行情来万点有什么意义 它的意义就是让你去了解 你的选对的股票非常的重要 不在于你这个地方一直平平的去做换股 我要跟你讲 你要从今天开始把它记取 你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讲 这种股票来讲 你就要给它套了这种股票 不要俩姑糟比 不要再换来换平平换股 现在多少人喜欢短线冲来冲 因为什么当冲 的确政府促进这个政策的利多 也让很多人非常希望去活络一下股市 但是你如果不会冲 你千万不要乱冲 到时候你常常会每天 猪羊变色的事情是相当的多 这样子的话 真的说实在 你才不会枉费看我的节目 因为毕竟这行情 五月份还是什么 你要选择像这种五月份币涨 我像宇峻的股票 说实在 这如果今天我才跟你谈 因为冬天到来是没有量 你拥有语气 这么是心花朵朵开 对不对 你不是很开心 但是它是经过什么 经过一番的 一番的什么 第一档考验你的耐心 你说你要不要勇气 要不要忍耐 包括你要单一化 你的心情要非常的 怎么 你要单纯一点 你不要老是起心 都要想当想赛 所以我跟你讲 说这个地方就是 你真的不要 这个行情已经什么 持续一定在创新 但它的选股增加的难度 是越越高 你不可短线平平的换股 我跟你讲是这样 你宁愿我跟你谈的股票 因为选股如果你不会 你就跟着我这样做 反而你会 俩姑糟比 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做动作 我跟你讲 我不是怕你 我不是真的很 我常常跟你讲 我讲一讲 我要跟你声明 我不是很缺会员的 我单身真的 我会员的序约率 单身一档 雨菌这样长得这么多 如果那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 有人告诉你它飞高点 那你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会大满 我那时候真的跟你讲 73.1 去你这个地方 是它的低点 这一个低点 跟这个低点很相似 上次它涨两倍 我不是说它一定会涨两倍 搞不好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 我我跟你讲 如果它这个地方 是中线来讲涨两倍 这个地方 说实在的 我不是要你去预设行情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警察 都喜欢抓一些 有的没有的小辫子 我希望我们大家是好朋友 我常跟你讲 我没有去 push你要做什么动作 我股票一张也没有 我个人也没有在做股票的 我完全只是 针对我的好朋友 包括我的会员朋友 投资方面帮他赚大钱 所以我的规划一定要领先看得到 但是想实在 这个股票从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是确定的 那这个地方肯定 一定也不难 对不对 问题在于说 你要不要给我两至三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我还跟你跟你揪 未结束 你给我两至三个月的时间 不要看这么短 那时候量缩到很可怕 就剩五百亿以下 就只剩五百张以下 我请问你 你有什么看法 对不对 谁敢跟你谈这种股票 第一个 讲这种股票没人气 因为没有量就没有人气 不是热门股 谁会去用这种东西来跟你结缘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说上 那时候二月份会收你当会员 怎么可能 对不对 结果你又不是 这种股票坦白讲 在电视上 你会因为这种股票来参加会员 你又不是笨蛋 对不对 一般人因为这种股票 根本你看得到 你自己买就好 你在参加会员干嘛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你常常买在这种低档区的时候 你很会跑 投资本你犯的错误就在这边 你频频犯换股 你会捏股 在一档股票经过一个大整理之后 他这一次的事 真的我常跟你讲说 你要等待多久 他有什么 他有那个樱花盛开的实力 你这个地方 你单单等这个机会就好了 何况我也没叫你等一年 他才当你等了两三个月而已 我在电视上跟你讲股票 现在每一档我都是这样跟你谈的 我不敢讲说 我每一档股票都看得百分之百 但是不对的地方 我会叫你轻轻放下 当它是对的股票 你要勇敢的跟我做动作 交给我就对了 我要跟你讲这个 这样这档股票昨天 说实在我也不用跟你数 我们赚多少钱 我已经给你资料太多 在三月九号还有一次 来到快最低是 三月份最低是76块 在这最低点的时候 我还是告诉你非高点 告诉你 这个股票准在五月份会发动 告诉你这档股票 就是五月的避涨股 一档股票胜过你手上 昨天又离离让来一大堆股票 坦白讲的 而且很多股票 我常跟你讲 有些股票的钱 就不是你赚的 就是常跟你讲 就像这档股票 六四五六七 我也跟你讲 昨天的下跌 本来就是涨多休息 也没什么 但是这种股票 我常一直跟你讲 来到一个某个地方 就不是你赚的钱 你就看着就好了 你只要去拥有一档 在底部上来的股票 是不是胜过 所以这些股票 都是我一档一档 跟你带过来的 连电商都跟你带进带出 你送钱不去哪里找 所以你不要再伤我的心 我跟你讲 这行情真的到 后面会一来往 越差越大 为什么 你开始比价出来了 因为股票会有比价效应 为什么叫你很多股票 不要去作追 不是嫉妒你赚钱 那股票都是我自己 从他还没有 帮你 从那个 从就是让一个 就像我自己的小孩 让你培养上来 变壮大的一档股票 怎么可能会 会嫉妒你赚钱 是怕你本身 股票一定要买到 他的一个什么 一个正式在 从一个底部 在翻扬的地方 你要好好去做规划 给他耐心等待 你会赚大钱 那包括他在 樱花盛开的时候 你一档都不能卖 你要好好去拥有这种股票 不要让他樱花没剩 嫌他太慢 飘去把它卖光光 你还要等一年 甚至你要 以很多股票 你要等一辈子 再也没这个机会 最少这种股票 真的说到这边 事已成 事已成 他在长什么 他题材就一样 你看利多不是一样 要讲这么清楚 怀虚要给你讲 他什么利多 那人家成长的倍数 就这么高 对不对 你自己看 也是全市场 游戏股里面 他的成绩当时 最靓丽的 所以包括 他真的还进入旺季赛 第二季开始 还九款游戏 要开始上市 对不对 他又有权力金 所以说这个东西 正在开始而已 这个是之前 人家在闷死你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谈的 好啦 这张股票真的说 是有人恭喜你 你要续报 未来它要怎么涨 我希望你要交给专业 交给我就对 我跟你讲真的 因为这个股票 我不是怕你赚钱 在你最辛苦的时候 我挺你 告诉你 这个地方你不要卖 你再往后 往前看三个月钱 这张股票 你会贪大钱 76块的一档 一档余峻 甚至80块你给它全收 到昨天 单单这个涨去卖 单单一一一就可以了 你的钱可以变大 单单这个 一张 你可以增加31块 31块 就30块嘛 那你买10张 不是30万 花你多少钱 你只要80块 看电视买就对 你不要嫌它太慢 不要嫌它太慢 最少我有这个勇气 告诉你 我看得到的一些 一些好的一些股票 所以选股 常跟你讲 很多人说 老师你选股 真的市场上第一名 当然是我是第一 我怎么跟你讲 选股第一 你还是要会买会卖 要会买 第一档要会买 那不知道会不会卖 这种股票 现在目前说实在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 我还要再缴机会 加码给你 这样简单一句话 因为有些股票 你买什么价位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买对一档股票 它会倍数 因为股票的上下下下 幅度难免的 你不要太拘泌在 它的价位的高跟低 你要中它的趋势是对不对 我希望你听得懂 我只能点你照这边 剩下这种股票 白云送给大家了 这种股票 在你最辛苦的 跟你讲 我说今年是第八年 今年跟你讲 第八年代表大转折 所以不要只算一跌 它曾经从五百多块跌下来的 这样子 这样子 那接了这张股票之后 就有人问我说 老师 那TP怎么会跌这么多 我正在问你 为什么会跌这么多 好 我认为它为什么跌这么多 实际上五月份的TPK 如果你不要吓一跳 不要乱自己对号入座 我认为今年的TPK非常的棒 棒在哪里 因为它今年是五月 实际上还记得它的高点吗 它在 这个一百年 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九百八十二块这个地方 大跌下来 是五月份 包括它的次高点 也是在四月底的时候 来到一个六百多块 那时候 我特别跟你讲 那一年的时候告诉你 你要赶快把TPK 全部转换到大力光 公开的资料给你的 那张大力光跟TPK 一个兄弟是 快七百块 一个是六百二十四块 我不知道你 你怎么看到这两档股票 最少我的眼光非常的独特 我告诉你就是买大力光就对了 一档现在大力光五千多块 一档TPK已经跌到什么 跌到那种地下是第几层了 这个地方你就去看坏它有道理 哎哟会不会跌老师啊 因为它 它昨天跌下 它昨天收最低 这个股票是不是涨多要跌 它是涨在哪里 告诉我啦 它是涨在哪里啊 因为它来到115.5 那就是它的高点 所以它现在跌就涨太多了 你有这个道理吗 你要问题是在这档股票 你的规划对不对 它是不是一个趋势 已经正式在翻扬的档股票 你要先确定它的趋势 价位不重要 就算你买115块都不重要 重要它这个股票 是不是趋势已经是在走一个 一个大多头行情的股票 对不对 当然我认为它是 因为它五月份 曾经这个地方 我叫你避开 叫你避开 多少还没避开 包括曾经这个地方 五月份它都是它每一年的 一个相对一个什么 一个高点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触控面 不知道公司也跟你讲过 第二季本来就是相对 它产业的淡季 但是今年公司也告诉你 它第二季来讲 一定优于第一季 所以为什么TPK 进来的TPK 五月份 看起来创新高又拉回 创新高又拉回 看起来这种股票 怎么老是 好像没有像 没有一口气持续这么大涨特涨 因为它时间未到 但是话说你从一个股票 本来就该跌的过程里面 它进在五月份 都可以维持到100块以上 甚至它昨天最低不过103块 这个103块如果 如果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以我个人的看法 很简单跟大家做分享 我那个不好意思 等一下 还记得吗 我在四月七号高你买 这个地方是买点 开始还有人套牢 不小心还跌到什么 90块附近 我也告诉你 那是最后的上车点 有没有赚钱 所以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真的 你要敢不敢 它是趋势对股票 你敢不敢逢低大胆的做买进 那高档买 低档就看得很坏 这个又是市场上最大的输家 我跟你讲真的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操作 不要来找 我就不喜欢追高 我也不喜欢追高杀地 不管怎么样 TPK最少我们会员知道 我不会叫会员买在115块 那我做什么动作 有时候我犒赏一下 我会员是应该的 因为那是惊 因为TPK本来这个地方 就目前的话 融资预料稍微高一点 那相对它的一个 龙卷的张数还不够大 所以它这个地方 一定要稍微还在洗愁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 不要追高杀低 你大跌大买就对了 但相对115块 那个根本不重要 那个价位说实在 未来一定 我不看那个价位 那个价位对我来讲 是一个数字而已 一个数字而已 不是很重要 该不该卖它 那有时候就是你多买 那边犒赏一下自己 降低一下成本 就可以了嘛 而且这张股票 实际上我已经跟你讲 你注意看它这8232张 这三月份它有大买一次 法轮大买了8232张 是它近两年买最大的 平均就在104块 这个是一个长红棒 你要注意 这回色这个地方 它买这么大量去 你难道是看到法轮 竟然这边在一直卖一直卖 看这个干嘛 我只看到它5月份 本来就是一个它很 应该我 5月份是每一次 TPK一个大 大跌的月份 今年的5月份相当的不一样 就如同大盘本身 5月份本来就不会涨 为什么今年大盘 都一直平平往外面去走 所以你有时不要太 太那种太保守性 太偏空的思想 有时想这个想那个 等到有一天 你真的想要去做动作 我跟你谈 那樱花都已经盛开了 你要等什么 等一年 等那一年 你真的浪费你的生命时间 滑得来吗 所以这边来讲 我觉得5月份的确 它的操作难度在增加 尤其选股的地方 的确好的股票越来越少 如果你信得过我 我可以在三个月 你帮你选一档 雨菌给你 包括在1月份高点 那个不是高点 市场上 如果我是第二 就会没有第一 包括TPK 我有没有告诉你 这档股票 TPK 我TPK 我在去年的12月份 告诉你 58块全收了 帮我进来 我还是告诉你 如果再回来 如果啦 我不知道会不会来啦 应该难上加难 好好把这个记下来就对了 这档股票 未来还是一样 五月份的行情 它给它 如果五月份 它都收一个红K棒的话 你要注意这档股票 未来必大涨 我跟你讲 我一直把它送来这边 把这个话交来这边 甚至于我就不想讲太多了 那现在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今天是今天做什么动作 因为进来的行情 不是说我现在跟你讲什么 或给你新的股票 我一直跟你讲 股票不要多 你不要老是频频的去换股 我已经跟你谈的股票 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你对这个股票 有什么任何的遗物 第一个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AT 第二个你要买 可以现买现赚 像宇峻一样的股票 当然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好的股票 可以跟大家报告 有 还是一样 母亲节前嘛 就感恩回馈50% 一样好好自行把握 这是一年一次 而且我本身也是母亲 大概犒赏一下 我自己跟犒赏一下 我们的会员朋友 所以包括电视观众 你这是我们一年最大的优惠 比过年还最大的优惠 所以你有兴趣 好好地自行做个把握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哇 万家乡海山酱 薯条蛋饼蘸一点 干面炒饭加一点 样样来一点 使用飞机音改造黄豆 万家乡海山酱 平衡忙碌的生活 单脚站力7.4秒刚刚好 就像PH7.4 接近人体血液PH值 吸收五负担 刚刚好的微减 对你更好 多喝水 微减性竹炭离子水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有一种拥抱 叫做妈妈抱抱 母亲节用为鼓励 让妈妈拥抱灵活 拥抱爱 这枚喷气师傅 手上功夫有够赞 男性护理师 够专业有耐心 让病患家属很放心 肩负300位旅客的安危 女性也可以成为优秀机师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有一种拥抱 叫做妈妈抱抱 母亲节用为鼓励 让妈妈拥抱灵活 拥抱爱 非凡商业牌 永远是您的最佳战友 准备好了吗 要办名牌哦 不是啦 要你看58台啦 想看我吗 还是看我 是看这版吴彦祖 才不是啦 是要看牙的新节目 没错 就过来就过来 想要知道更多赚钱的秘密 记得每周六晚间十点 锁定新闻talk show 又好我们这个单元 所以这个地方TPK来的话 就一句话 大跌你要大买 这个地方我认为要低档也不多 已经可以算出那个法盘成本区 我们自己去看资料 看我讲的对不对 那接着来 有没有像这种 现在这一波行情 五月份的行情 我希望大盘能稍微停滞一下 但以这样子来讲 大盘是不太可能回来 我认为马上看万点 机会相当的多 但的确来到万点 是不是你马上去做追高 现在没有 是选股的问题 好的股票 你要选对股 一定不要频频的去做换股的动作 来跟大家报告这件事 你才不枉费这一波的行情 我坦白跟你讲 就像我们再回到这档股票 叫光胜 六四四二的光 你怎么看待他 你说哎呀好可怕 我说他昨天怎么会变这样 你问题你在昨天的早上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我上次在买这档股票 五十三点五我也跟你讲 包括最早期的时候 我是买在五十块 五十块 五十块附近 我那时跟你盖盘 而后昨天做什么动作 已经拍谁 跟我没关系了 我跟你讲真的 早上当然要卖一趟 卖一趟 不卖一趟 这个就是 在这个点位将来一定也会过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是我给我们会员的一个 一个什么 有时候这就是必要 因为你没有从底部买上 有时候稍微要降低一下成本 那现在这个地方 你没有卖掉 你也不要这么恐惧 如果你很介意这种 这种价差的操作 请你把它交给我就对了 六十六块光胜 有时候六十六块的光胜 应该不赖 我卖这个价位应该是 还算是还算不错 算是不错 看我们的价位还是算 拉链的蛮精准 不小心哇 这样一个下来 跟我没关系 我还跟你讲 这档股票实际上你要全收了 你没有卖这边 这边可不要再卖掉 看起来这个是破线 那为什么看好这档股票 原因实在很简单 我一直跟你讲 这档股票五十六 六十二块以后 要赚大条的 那以目前来讲 这档股票就是昨天 就是我认为它没有什么 太大的机会 马上就是要喷出 原因在于这档股票 本身目前的空单还不太多 那包括你要去很注意 现在开始要进入一个季报 那季报的过程里面 当然有些一些第一季的话 有一些电子股来讲 有很多的汇兑的一个损失 可能在季报上 会不会不太亮丽 那当然光盛的第一季 肯定是比较 它的淡季是比较 不是很亮丽的 但是话又说 光盛去年赚了快五块钱 你要注意 这档股票也是光纤通讯 该如何投资这档联雅光电 你看联雅已经开始 什么在止跌回文了 联雅实际上第一季赚多少 它第一季还赚不到一块钱 光圈概念股 当然头是光电的话 就是联雅是头 联雅光电这一波 是从五百多块跌得很深下来的 这档股票你要注意 它实际上昨天都已经什么 在逆势上 抗涨了 上涨 那你如果仔细看一下 它去年赚了相当多 它第一季更糟 它第一季不过才赚什么 不到一块钱才0.9毛多 那如果话又说来 为什么昨天我会把 把我们的光纤 短线先卖一趟 就是五十块左右买的 那这边马上卖一趟 把放在口袋里面 但是这只是一个价差上的操作 不是看坏它 因为这档股票 未来如果不小心第一季发布出来 它赚了太多就一块钱 那个就是所谓的 大家预期上 它的获利没有很好 那实际上如果你真的看内涵价值 它如果就是EPS就一块钱 那不是跟林亚光电差不了多少 那何坏只有呢 所以这反而是一个利空的出境 这个股票本身就在反映这个 所以这档股票反而这个地方 反而就是正式在这边整理会完毕 这档股票反而你不用太介意它 因为光纤实际上 大陆的需求相当的大 然后包括这次美国的采购量 也相当的大 所以这个是世界上一个如火如荼的改变 所以光纤从4G进入到5G 那个是全世界都 大家一定建设一定要要 所以光纤未来也不可思议 这个东西跟大家做个报告 那当然这边来讲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跟大家报告 你可以把电话拨通 这边来讲 那母亲的优惠专案 也希望大家好好把握 也祝大家穿越身影 年见 平衡忙碌的生活 单脚站立7.4秒刚刚好 就像PH7.4 接近人体血液PH值 吸收无负担 刚刚好的维碱对你更好 多喝水维碱性竹炭离子水 哇 万家乡海山酱 薯条蛋饼沾一点 干面炒饭加一点 样样来一点 使用飞机音改造黄豆 万家乡海山酱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库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库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库 亚洲投库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打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 行前需注意气象 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哦 Go 小胖快点 大家等等小胖 队伍别拉太长哦 小胖没事吧 没事 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 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拨打一一九或一一二进求协助 您变好进行 内政